大家好,我是中心社记者 根据北京十七城区政府新闻办的消息 6月14号在广外天桃红联菜市场 有一名来往新发地批发市场的人员 已经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 在6月16号的凌晨2点 将对周围的7个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 那么同时也包括了我所居住的车站西街15号院 那么现在是6月16号的早晨8点半 现在小区的情况怎么样了 小区在封闭之后的生活保障情况又将是如何呢 现在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现在能看到其实小区还是有挺多人在外边走动的 不过大部分都是去小区门口了解 现在小区被封闭的具体情况 另外一个就是赶紧去小区的便民商店 去买一些必备的生活物资 这个是小区的疫情爆发之后 唯一一直开放的一个门 现在已经完全被封闭了 目前快递和外卖人员都不允许进入小区 居民需要自行来门口去 在小区门口张贴了实行封闭式管理的通知 另外对居民的生活服务保障 垃圾轻运就医开药的问题 也都附有了详细的说明 小区便民菜店的门口也排起了长龙 居民可以在这里买到需要的蔬果米面等生活物资 目前里面的品种还是比较齐全的 店员也在不断的补货 货源都是来自于大洋路的批发市场 社区工作人员透露凡是5月30号以来到过天桃红莲菜市场的人员需要主动的向社区报告 并且自觉的进行居家观察 其他人员暂时也不能够离开居住的小区 如果发现了发烧咳嗽咽痛等症状 需要及时联系社区将会妥善的安排就医 并且需要相关人员依照安排配合进行核酸检测 在封闭管理期间如果有需求或者是遇到困难 可以与社区工作人员进行联系 刚才我在整个小区里面走了一圈 发现大家情绪还是都比较稳定的 也能够理解这次封闭小区的措施 另外在物资保障方面 便明商店里面的物资还是比较齐全 各类的蔬菜瓜果还有米面粮油这些都是比较全的 只不过是需要限制人流 大家需要有序的排队 佩戴和口罩才能够进入进行购买 另外一个就是在小区的门口也已经贴出了告示 也提出了社区为咱们生活保障提供的一些帮助 包括可以为居家隔离的民众进行这个无接触的配送 那也希望呢这次疫情能够尽快的过去 大家都能够平安无恙